调理脾胃单举手的练法 事先例证站好 右脚向外打开半步 让双脚与肩膀同宽 双手掌打开放在胸部的前面 手掌的掌心向上 仿佛左右手各捧着一颗大苹果 先吸气 右手掌抬高到面前 向外翻转一圈 让掌心再度向上 同时右手掌降到小腹的前面 向下翻转半圈 让掌心朝下 这个时候右手伸直 让右手掌向上撑 左手也伸直 让左手掌向下按 同时踮起脚尖 让脚跟抬起来 并且吐气 气吐完之后 脚跟放下来 在头顶的右手放下来 右手掌向外翻 回到原来的胸前 左手也在同时向内翻 回到胸部前面 手向上撑跟下下撑的时候 要吐气 回到原来姿势的时候要吸气 这是第一趟 接着第二趟的动作刚好相反 刚刚是右上左下 而第二次是左上右下 双手掌打开放在胸部前面 掌心向上 左掌抬高到面前 向外翻转一圈 让掌心再度向上 同时右手掌下降到小腹前面 向内翻转半圈 让掌心朝下 左手伸直 让左手掌向上撑 右手也伸直 让右手掌向下按 脚跟抬起来 吐气 脚跟放下 在头顶的左手放下来 左手掌向外翻 回到原来的胸部前面 右手也同时向上 右手掌向内翻 也回到胸部前面 这个时候吸气 这样是第二趟 他的练法实现立正站好 右脚向右打开半步 让双脚与肩膀同宽 双手自然下垂 手掌贴在大腿的两侧 然后吸气 脚不动 上半身向右旋转 右手掌自然摆到 左臀部的前面 而左手掌自然摆到 右大腿的旁边 脸略略向下 眼睛看着左脚的后脚跟 停一两秒钟 这个时候吐气 然后上半身向左旋转 回到正面 左手回到左大腿旁边 右手也回到右大腿旁边 回到原来姿势的过程中 要吸气 这是第一趟 接着第二趟的动作 刚好相反 脚不动 上半身向左旋转 左手掌自然摆动到 右臀部 而右手掌自然摆动到 左大腿的前面 旋转的时候要吸气 脸略为向下 眼睛看右脚的脚跟 停个一两秒钟 吐气然后上半身 向右旋转回到正面 左手回到左大腿旁边 右手也回到右大腿旁边 这是第二趟